那个陆静啊 一定是工作太忙 脱不开身 不然也不会那么着急忙 红的就走掉 叔 倒是他那个妈 哎呦 够呛 那个大姐啊 永远不是 怎么了 工作 客户 喂 叔 就是我回来以后 我发现少男有点怪怪的 总之 跟我刻意地保持一段距离 然后不接受我对他的任何帮助 我知道我走的段时间 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对我这样 因为 楠楠为了给爷爷凑钱 已经三班倒了 好几天没有好好休息 我更想知道 他爷爷这么大一笔手术会 为什么我没有第一时间知道 这事儿吧 这事儿吧 赖我 是我 是我觉得我们不能遇到什么困难 就伸手管你要钱吧 所以我替爷爷垫了住院费 但这第二次心脏搭桥 这么大的事儿 我也起问 可能 奶奶是顾及自尊心吧 她是我女朋友 我 我们恋人 一个女人 爱上一个男人 就会患得患失 患得患失你懂吗 你不懂 你一走那么多天 她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 你以为她想吗 但正是因为她爱你 所以她怕打扰你 怕影响你 又怕你嫌弃她 最后你不爱她了 说白了 没有给女人安全感 安全感 安全感 这事儿我可帮不了你 这个呀 难以自己去体会 但是现在当务之急 是爷爷的身体 照顾好爷爷 才是奶奶现在最关心的 嗯 明白了 谢谢 不客气 这有钱人也不结账 这两个口子 我 你能不能别玩了 我问你呢 我 我 真的 配不上路径吗 对 我 我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 我认真的 我也没开玩笑 我也认真的 我也认真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 不般配 早就想劝你跟她分手来着 现在好了 你正好心里有疑虑 不如借此机会 跟她一刀两断 从此以后 她走她的阳关道 你过你的独木桥 老死不相往来 其实 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 我 我就是觉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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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觉得你还喜欢她呗 那我肯定喜欢她呀 哦 这么说的话 这事就好办多了 说吧 今儿心里咋又不得劲了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跟陆静之间的距离好大的 嗯 孩子 你是真不懂 我告诉你 距离 产生新鲜感 新鲜感 产生 好奇心 好奇心 产生 爱情 所以 她才会选择你 而不是选择那个 跟她没有距离感 工作也懂 家境也配得 黎曼 我明白了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 那老舅你说 你说我会不会 拖陆静后腿啊 不 不 不 为什么 以你的段位 根本够不着陆静的后腿 就在鸟里面 有需要 诶 姚 对 都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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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台湾 对 拜拜